看看這個消失很久的沙洲大街 以為他不見了 19年之後他又現身了 為什麼呢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那麼這幾天訪言會 臺南的漁光島對不對 那是一個現在已經變成 觀光特區的一個漁光島 那事實上呢 臺灣有很多的這個沙洲 過去我記得讀書的時候 外山頂洲 就特別有讀到這個字眼嘛 沙洲就不斷的在臺灣的 這個沿海近海 就一個一個產生了 那麼消失了19年的這個海峰島 那麼有什麼呢 因為颱風來它是沙洲嘛 所以呢颱風來了以後 就把沙整個都不見了以後 消失19年 最初又出在台西外海浮出來了 那有人經過的時候呢 發現以後就很興奮了 很興奮了以後 就一船十十船百等等 那事實上呢 那麼有人說 這應該不是之前的這個 等於說海峰島吧 這會不會是新的 因為這個沙洲是不是變成新的 那麼跟各位講一下 沙洲是怎麼形成的 因為很簡單 沙洲就是 那麼比如說我們流水駕 流水駕為什麼叫流水呢 因為它帶了很多的沙嘛 然後呢 每年聽說超過 100萬立方公尺的沙 就堆積到出海口的附近 然後再加上海流海潮了以後呢 就慢慢堆積慢慢堆積 就在海平面的上面呢 漲潮沒有浮下去 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 各式各樣的沙洲 外山頂洲也是這樣來 有時候規模蠻大的喔 你可以想一下一個沙洲一下有 一下沒有 莫怪那個當地人啊 覺得非常非常的這個 神出鬼沒 覺得有趣啊 怎麼又看到這個沙洲 就看到一個島 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那麼因為是在台西 那台西對不對 自生自生什麼 台西風雲啊 好像很多的這個 道上的一個狠角色 好像都來自於台西 其實這是個誤解 台西人因為他們的土地 嚴分太高 所以你種地方都不適合 然後豐又大幹什麼 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練舊了台西人啊 吃苦耐勞 那還有因為我們散增嘛 所以怎麼辦 很多人外出 我們三年寶 新北市三重有沒有 三年寶就很多台西人 那為來 現在來偷談 來台北偷談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住在很貴的台北市 他會住在比較鄉形之下 比較便宜的 新北市遺景 叫做台北關的三年寶 二年寶三年寶 就住了很多的台西人 他們真團結 好打爆不平 幫人家出頭啊 那所以呢 也會有這個台西 那為什麼會有人 外面都有一些 這個等於說 奇怪認為說 台西人是出流氓啊 是不是出黑道 那其實是跟一個電影 跟一本書有關係 就是我剛才說的 台西風雲 台西是因為 他們自己很團結 然後呢 很願意吃苦耐勞 我們有好多的博士 跟甚至於有一些 婚姻館館上 都是台西人啊 那除此之外 台西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宗教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 海鮮都拜媽祖 有些人偷海人嘛 對不對 都拜媽祖 台西呢 那麼有些人拜媽祖 但是呢 有很多人拜一個神明祖先啊 叫做張詢 那麼他們相傳那時候 有一樣有一個鐵牌 當時我們有很多的 媽祖廟啦 還是官邸廟 都是這樣來 一個鐵牌有沒有 上面就放香火 香火 那麼張詢啊 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麼張詢就是安死之亂 安禄山在唐朝造反的時候 然後呢 死守隨陽 他跟另外一位許遠啊 張詢許遠 死守隨陽啊 戰道一兵一組 連背也拿來台 所以他個性非常中義 也非常剛烈 他們這個地方 有一個宗教聖地 安西府 就是因為當初有一個地牌啊 就有這個張詢的雄慧 所以後來就在安西府這個地方啊 那拜這個張詢啊 那麼也有意思的是喔 為什麼他有一些神機 為什麼 因為呢 那麼當時要蓋廟 要蓋廟的時候呢 啊不是這要有木頭嗎 結果在對岸 中國的這個幾百年景 那對岸的福州 有一位老人家來釘 來釘木頭 霍秋三 霍秋三那個木頭很好啊 然後呢 要求老闆 要把那個每個木頭 都刻上他的名字叫張詢 結果要把它排著一排 然後呢 那怎麼運 直接丟到海裡面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這些 這個老先生來買的 那麼這些木頭 後來真的出現在 這個台西的外海 所以就蓋了所謂的安西府 有人就說 老先生根本就是張詢 自己化身的就丟啊 有這樣的神機 那更何況蓋在那個地方啊 還有一個說法 這個蓋廟的地方 剛好是一個 叫鳳凰的活屑 所以清朝那時候 在台灣的官來看了以後 這個寶屑 他一抹這個風水 所以一看這個寶屑 既然是鳳凰活屑 就不能讓鳳凰跑掉啊 所以怎麼辦 各位現在去安西府看 就是把用三間石柱 給丟的鳳 鳳凰不是展翅才會飛嘛 所以呢 給他的翅膀那個地方 丟起來 丟起來你就不會走 這個地方永遠都是寶屑 這就是台西安西府的故事 因為他在做回事 可是我們就會找到 我們就要做回事 這裡 這就是台西安西府的故事 但是我們就要做回事 然後呢 我們就要做回事 那就是